第七十一集,次日和府出殡,而后楼和两家定下婚期于七日之后,这八日楼和两家自然忙的人养马帆,成家也过得相当不清闲。 首先皇帝代行复职得很彻底,绕过和家出殡当日,第二天就风光无限地来下聘。 把皇室宗亲中最年长的汝阳老王爷从三财罐里捉出来,将老爷子披红挂绿装扮好的充当主媒,两位兵者分别为于侯和吴大将军。 聘礼从金银器敏诸玉锦段到十六样拳击拳崖海味干货,瑟瑟俱全。 皇帝本还想凑上半只雨林之树的一仗,好好热闹一番,被进城好说歹说的劝住了。 于侯表示,等到林不宜正式成婚那日,陛下您的热情还有发挥机会,吴大将军不善言辞。 憋半天才抖出一句和家桑仪的人数都没这么多呢,险些惹翻了皇帝。 下聘这日城府人声鼎沸,万松伯老同志义不容辞地来帮忙。 累得满头大汗之际凑到城市耳边道,早知有今日,当年我就买座前向宽敞些的宅邸。 剩余今日连门口都站不下人。 城市摸摸脑门上的汗,心想,早知妖女杀伤力这样大,当年她打死也要将她带在身边。 早早选定家序,剩余今日对着一众门第爵位远高于自己的宾客,挨个坐衣行礼。 这是直接升级朋友圈的节奏呀。 汝阳老王爷,受不住前院振天驾响的喧闹,巧眉声息地溜达到偏处廊下歇息。 不多久,一位貌美年幼的小女娘,仿佛一位池塘中的漂亮小锦里般,漫无目的地游了过来。 小姑子请坐,外头着实吵闹。 老王爷常年修道,性情甚是洒脱不拘。 老王爷健安,那小女娘声若又离,神情娇憨,恭恭敬敬地给老人行了一个大礼。 然后小小的一团跪坐到廊下侧边,汝阳王见她穿戴寻常,下袍半旧,心中当她是出来夺懒的城府小婢女,便朝前院叹道。 灵不宜甚得圣心,以后这种场面少不了,也不知你家女公子能否应付得来。 那女孩看看老王爷,家父成校尉。 汝阳王,汝父有几女? 一个。 汝阳王上下打量女孩,笑道,原来你就灵不宜将来的心腹成少商。 哈哈哈哈,你可累得我家孙女,昨日痛哭不止,无意间叫我看见了。 少商看她举止随和,便大着胆子叹道,玉昌郡主事,我都听人说了。 哎,也是郡主娘娘身份尊贵,为人太矜持了。 当年她若是一路追去边城,兴许玲大人就答应了。 光躲在家里哭有毛线用呀,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地暗恋。 既然都明恋了,怎能不做出些成绩来? 追男宝典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脸皮。 汝阳王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种话会出自这样相貌的小女孩之口,她再度打量了,一遍受伤。 笑道,若是你,你就追去了。 少商毫不犹豫,当然,这种终身大事,若不全力以赴,将来必会后悔。 若是尽了全力,事情不成,也能死心了。 她生平最看不起那种心理很想要,却不积极行动,然后只用表情暗示,等着旁人帮忙的耸祸。 要么死死憋住,要么奋力一搏,扭捏作态算什么。 她自己没敢向邻家白月光表白,就索性掩饰得风雨不透,不让任何人看出她的心意。 不给人家造成困扰。 你还年少,不知这世上之事哪有这样容易的。 老王爷叹道,很多时候,就算能想得明白,也活不通透啊。 少商抬头看看湛蓝的天空,叹道,其实,想不通透,也能活下去的。 他笑了笑,转头笑道,王爷殿下,您人真好,又慈爱,又随和。 像田间的麦穗一样,质朴无华,又贵重无匹,寻常人未必,却是设计百姓仰赖之众。 他觉自己真尼玛才华横溢。 汝阳王自来马屁听得多了,这么清新脱俗的却不多见,他哈哈笑道。 我不过是成年成月的,在道观里修行,懒散惯了,不爱讲什么破规矩。 少商点点头,嗯,那王爷殿下这几日也在道观吗? 自然,如今天气一天天热了,都城里哪待得住,还不如道观里清凉。 那郡主也随王爷住在道观里吗? 少商看着庭院前的一株下菊,汝阳王神色一变。 如若不是,那郡主就是特意到道观里哭给王爷殿下看的了,否则。 又何来无意间叫殿下您看见呢? 少商依旧看向前方,汝阳王捋着花白的长须,久久看着女孩,长叹一声。 少商心中得意,假作谦虚道,殿下与郡主是祖孙,难免一夜账目。 你个小小姑子,你当我看不出来? 老王爷大笑,我都多大岁数了,你们这些小女娘做什么伎俩,我能看不出。 少商惊疑地看她,心到那年老刚才还那么吃惊。 我奇怪的是,你居然能一语道破。 老王爷笑叹,胆子大,心思也灵。 原来灵不宜喜欢的是你这样的。 我那道观名曰三才,你可知道,何为三才。 少商笑道,我知道,是守才,爱才,升官发才。 胡说八道,汝阳王被气笑了。 告罪告罪,王爷莫怪。 小女孩笑得狡黠明媚,捧着白生生的小拳头连连作衣告罪。 三才,乃天,地,人也。 我知道老仙翁的意思,万事随其自然,人家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,其实也没什么。 老庄不都那么点意思吗? 老王爷微微一笑,觉得这小女娘胆大口甜,不但有趣,还能窥测人心。 那老仙翁三字,甚是得他欢心。 想到这里,他忽耳神色一沉,冷声道,你今日故意与老夫来攀谈,又是为了什么? 少商一惊,随即露出迷茫之色,老仙翁,您真厉害,一眼就看穿了。 好,小女子想问,林大人,她是怎样和您说话的? 汝阳王迟疑道,这,子圣自小长在宫中,与几位皇子无甚分别。 就如老夫自家的儿孙子职一般。 少商苦笑道,婚事还是门当户对的好。 您看,他可以说的话,我就不能说,他能随意来往之人,我就未必可以。 今日还是遇上您这样随和可亲之人啊。 汝阳王看他神色优,欲,心生怜悯,成孝位亦是英雄豪杰,你不必自残。 老夫告诉你一句,陛下和皇后自打知道了,子圣要成亲,喜悦不能自义,只要您诚恳为人。 温顺手礼,就没人能为难你。 劝完这番,他看着女孩欲言幼稚,许多人只看表象,却不知其理,爱,就怕将来第一个为难你的,就是灵不宜。 少商摸不着头脑,啊了一声,还不等张嘴,就看两名衣着华丽的美币寻记而来。 一左一右搀扶老人缓缓起身,老王爷淋漓去前,回头对他笑笑,你以后就明白了。 事实是,不用等以后,片后第二日,少商就感受到了。 不单他,整个城府都感受到了。 记忆过明里,灵不宜就如寻常人家的未来郎序一样,频频上门拜访,然后,就如远古时期的冰河记,强行光临了这闲散的初夏季节一般。 刚收拾出来的便面,全都用不上了。 灵不宜其实也并未如何排场,不过是贴身六名侍卫另一对时数人的护卫。 不论他用不用得上,只要出门。 可替换的两匹剑状的名种列马,及那辆高大端庄的,以悬色重铁打造的马车,总是照例随行的。 他自小背地后,以公侯贵咒之理养大,于这些早已习惯。 他也并未着意打扮,只是简单的单袍参鱼,轻竹素冠。 可穿在他鼻挺紧致的身躯上,就如熊熊燃烧着亘古烈焰的高岭灯塔一般,古典美丽。 气派堂皇而不可轻,他并非有意,但寻常人哪敢在他面前言辞轻飘。 他头日来访,城市夫妇就热情请他一道用晚膳。 面颊飞红的婢女为个人面前的食案上菜时,忍不住连连偷看他,不小心打翻了汤水。 贵士在灵不宜身后的一名暗卫,险些就要把笔上前,幸亏灵不宜抬手制止得早。 不然那婢女的手都要被剁下来了。 城市尴尬,连声致歉。 灵不宜道,无妨,只是小事,城叔父请莫要重责,留他一条性命吧。 城市,其实,我也没想重责。 少商经道,在你家里,婢女打翻汤水,就要送命的吗? 灵不宜望向侧下手的女孩,神情温和,笑道,宫里法际森严。 若是不小心打翻,还算轻责,若是为着偷看筵席上的宾客,而行止不慎,那是死罪。 这次轮到萧夫人尴尬了,艰难道,家里管束不严,叫郎君笑话了。 少商绕过中间的承少公,从后面向上手笑道,那是因为子生太好看了,我若是那小婢女,也是要偷看你的。 灵不宜也略略后仰身子,越过承少公朝女孩微笑,挑起眼角如凤尾般优美的翘起,轻声道。 我只给你看,不许旁人看。 承少公面无表情,直接去看又美。 少商脸上飞红,其实他也有些吃不消。 好容易上齐了菜,众人终于可以将满心尬色,埋入食物中。 这顿饭吃得冷清尴尬之极,成家草则出身,乡土气息未脱。 每每用善,都是七嘴八舌的黄金档老娘舅节目现场,可今日灵不宜如冰柱般处在当中。 上至八卦的承使下至嘴碎的承少公,哪个敢开话头? 诸人之中,大约只有承母举止如常,笑容可居。 他大半辈子,都在讨好一个冷漠的美男子,早习以为常了。 承太公不爱他多嘴,不喜他多事,是以他在灵不宜跟前,反倒应对得体。 盖音,他始终微笑肩默,连多走一步都没有。 再说了,吃饭不说话算什么,承母只当美色如佳肴,他老人家越吃越有胃口。 若非承使致止,他都要添第三碗饭了。 送走灵步以后,承家众人大大松了口气,大家也不去歇息,彼此间连招呼都不用打。 众人十分其心地大步往九追堂走去,是要将今日份的家庭会议补上。 这位郎旭可不比阿姚好说话啊,承使揉着胃部,脸色发绿,少商很有几分幸灾乐祸,闲闲道,阿富当初得了这门亲事时,不知多高兴,我让您去退婚。 您还不乐意呢,这会儿终于晓得不容易了。 什么?退婚?承母极了,吼声如雷,你们这对愚蠢荒唐的妇女,这样好的郎旭,就是举着火把也找不到。 你们还推三组四,才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香臭好坏。 你们谁敢退亲,就踩着老身的尸首过去。 承使连忙道,没退没退。 昨日连片礼都下了,这婚是退不了的。 阿姆放心,放下心。 承哨公不悦的嘟闹,也不见得十全十美,不过相貌好了些。 话还没说完,就被承母一声扑喝打断了,数字该打。 相貌好还不够了,你要上天呀,你小子就是在投三回胎,也投不出这样的样貌来。 承太公长得还不如零不宜呢,他就好吃好喝,低声下气地供了他一辈子。 少商在旁乐呵呵地看着,孪生兄弟,这是在质疑承母的婚姻基础,真是好大的狗胆。 好了好了,以后咱们将林不宜当祖宗供着行了,阿姆你放心,这狼叙尸跑不了了。 好了,你该去歇息了,胡傲,愣着做什么呢? 承哨赶紧出来收场。 送走承母后,承哨叹道,我听说林不宜今日下午就来了。 鸟鸟不是把他领去引荐给你们兄弟了吗?都做了些什么?你们三个都说说。 承家三兄弟看了一眼父母,再相互看了一眼,然后开始依次吐槽。 承勇道,我给林大人看了雕虫撰客,撞夫不为一篇的心事之意。 他指出了儿子行文中几处不妥。 萧夫人看看丈夫,沉生道,既然指出来了,你就好好改了,将来大有益处。 承勇低头称诺,承送道,儿子领领大人去了演舞场,然后他拉断了儿子那把百弹强弓,劈穿了阿富宁新打的两面后木剑把。 将来又妹受欺负了他可怎么教训妹婿? 哎哟,可愁四个人了。 承使看看妻子,正色道,如今你知道天外有天了,日后好好研习剑术武艺。 莫要再胡闹玩耍了,承送垂头丧气的承诺。 那个,我就不用说了。 承少公左看右看,故作不在意道,孩儿道另有一事要跟亲长讨教,那啥? 他苦笑道,阿父阿母,我们还要再设一次定亲宴吗? 此言一出,承使和萧夫人面面相去,两脸忧愁。 当初和娄家定亲时,承使可是揽着娄瑶在席间向自己老友不娶一个个介绍过去的。 难道这回他要原样再来一回? 然后说,不好意思呀,我家换了个狼婿,大家认识认识,想想那场面就销魂。 萧夫人头一次出言不满,陛下下聘也太着急了,要不别办了? 承使迟一道,就当从简了。 萧夫人瞪了他一眼,和娄士定亲时,大操大办,到了林大人就从简,这样厚此薄彼。 你当陛下是吃素的? 哎,我们不但要办,还得大办。 行,就定在娄家婚事之后。 承使转过头,笑眯眯地对女儿道。 鸟鸟,为父子戏想了想,以后灵不宜再上门时,就去你居处用膳。 我们长辈在,你们也不好说话。 怎样,为父既开明又体贴吧? 好,就这么定了。 萧夫人皱眉道,大人,这恐怕与礼不合。 叫人在旁陪着,鸟鸟就成,能有什么事? 成老爹此时忽然一脸哲学家的气质,人生在世,就是要实时抉择。 夫人呀,以后你若是非要和灵不宜用膳,我就不和你吃了。 我和灵不宜,你只能挑一个。 萧夫人气得仗红了脸,四兄妹几乎笑风, 连忙低下头去掩饰表情。 诚实十分欣慰,他终于找到了和女婿合适的相处之道。 亲近就不必了,煎饼是要卷大葱的, 欧肥是要用瓦钢的。 白玉里气烟米糠那是要天打雷劈的, 以后要说话,找女儿带船就行。 本集完。